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把船员这块给恢复 这一年老是这个口气 这一年就是吵架的一年 当你的能力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就得给别人当店酒 其中有萌营很多 她的房产证上必须写上我的名字 刘女士 你愿意给你的老公 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吗 婆婆做饭不好吃 要不要直接告诉她呢 你有多少时间有机会和婆婆一起过 为啥不一笑而过 或是保持沉默 有一千种解决方式 直接说是最愚蠢的一种 家里面如果女人做饭不好吃 男人做饭就一定很擅长了 你直接找老公做啊 天哪 你一下子把婆婆跟儿子 变成了两个用人 你是想干嘛 做饭明明不好吃 你还要告诉她很好吃 那就让你的婆婆 一辈子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 我给大家支个招 我觉得最狠的是再让第三代去说 但是有的时候会完蛋 哎呀 这是爸爸让我说了 各位好 这里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身》 我是主持人张杉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可以负答我们的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幸福专家团 首先欢迎 微音情感咨询师廖丽娟 媒体观察员杜之睿 律师朱文雷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 家庭收入捉襟见肘 五年婚姻濒临破碎 我想跟他离婚 他不养家 他那个收入呢 一直就是很少很少 他老师说不来就离婚 我之前曾是这个行业 他觉得可能是没什么大钱可赚 想让我转行 妻子刘云步步紧逼 而丈夫赵明峰却选择了逃避 我给他找了船员的工作 结果那一天他突然就是 拉着皮箱拍拍屁股走人了 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跟家里没有联系 我之所以不去做也是有些原因的 不论黑员这个别的店不能干了 他是这么个因 我觉得这不大能结实 夫妻二人互不相伤 最终他们来到了调解现场 这次来呢 我是带着我的条件来的 如果他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呢 我们只能离婚 各走各的 我不会和我老婆离婚 因为对双方都不好 我对这个婚姻 这个家庭还是比较正式的 是妻子太强势还是丈夫不作为 他们的婚姻又将走向何方 刘女士和赵先生 今天是刘女士给我们打电话求助的是吗 对 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你 我先生呢 他长期以来呢 就是不养家 然后拖累老人 什么事情都是逃避 不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想问问他 他到底呢 爱不爱我 还爱不爱这个家 他想不想要这个家了 他心里是怎么想 赵先生 今天妻子跟你来到这儿 她对你的这些意见和抱怨 你之前知道吗 知道亦不害 你认为她是小题大做了 还是她讲的确实是事实 作为一个经营家庭的女性的角度来考虑 可能当中确实有我的一些 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吧 所以今天您对这些问题 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的 我是想各位老师和嘉宾 这个帮我继续协调沟通 能向一个好的方面 改善这个家庭关系吧 赵先生的态度还是很积极配合的 来 我来问一下刘女士 您跟您丈夫结婚多久了 我们15年结的婚 结婚5年有孩子吗 有了 孩子多大 4岁了 你们最近一次闹得最凶的导火索 是因为什么事 今年农历的2月30那天 本来是她要上船的日子 结果呢 突然翻脸了 拉着皮箱 抬抬屁股走人了 一走无影踪 上船的意思是什么 我没太明白 我们结婚了之后呢 我们是在青岛那时候 一起租房子住 她连房费都付不起 她是做这个房屋中介的嘛 我说这个活呢 既然赚不了钱 我们就得知道变同 她那时候还说有钱有钱 哎呀 没有问题 肯定能挣到钱 但是我都给她几年的时间 她就是没有 没有 一直没有赚到钱 还欠了一屁股债 还欠了一屁股债 18年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既然是自己没有出路的话 我来帮你想办法 我是做那个人力资源 做出国劳务的嘛 然后我给她让她去学船员 学船员这个钱呢 也是借来的 借我妹妹 借了多少钱 借了2万块钱 借了2万块钱 等于要考一个这种船员的 类似像资格证书一样的 是吗 对 去年的7月份拿到的证嘛 然后拿到证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要等着 人家那个船舶公司呢 给我们指船 然后就要上船了 她就突然之间就翻脸了 就说 哎哟 我不去了 那个干船员呢 不是正儿八经人干的活 整天漂在海上 我不去干这样的活 我就是去掏垃圾 我都不愿意去干 刘女士讲了很多啊 赵先生 我来问问你吧 有几个客观情况 我来问一下 15年结的婚 到18年的时候 你的妻子说 建议你去考个船员资格证 对 在此之前的三年 您一直是在做 房产中介 对 15年之前 你也是在做这个职业吗 还做过其他的行业吗 在12年之前 是干别的行业 您亲子刚刚讲了几个细节 我向您核实一下 她觉得您干这个工作 没有什么前途 挣的钱不是很多 不足以支撑这个家庭的生计 您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她说的 比较接近事实嘛 确实我那个收入 不是很理想 2018年是让我去考船员 然后去学之前的 已经闹腾了很长时间了 就是让我去 我就不愿意去 为什么不愿意去 因为我老婆她本身就是做那个劳务中介 她那些资讯吧 也都是听别人说的 因为作为一个中介行业 她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你去招聘别人去干 再赚她的中介费 劳务费 你让自己干 你就要认真地审核一下了 所以你认为做船员这个工作 还没有你做房产中介这个工作更有钱 我不是这样想的 我也认识到确实赚钱不是很够用 我也想转行 但是呢 转行并不是说代表 除了这个船员就是房产中介了 现在是这样 其实 那么从事实结果上面来看 也许你对这个船员的行业不是很看好 也许你有其他做得很成功的行业 但是在2018年 你还是去学了这个船员的培训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那其实也就是 除了其他的行业 你没有给出你老婆更好的选择 或者你没有给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选项 所以你没办法 不是没办法 我老婆那个行业 他们那些中介 相互转发那个船员的工资 最高是9000 大约是美元是1300来块钱 当时我觉得并不是很多 那你觉得当时要做什么职业 是你能够看得上的呢 因为之前我是在餐银行业工作 还有一些经验 在之前我还在机械厂里边做过车工 那为什么没去做呢 你自己也意识到 做中介的这个收入入不付出 对对对 然后你也跟我讲了 你也可以去做其他的 你又看不上船员的这份收入 可为什么你还是最终选择了 要去参加这个培训 而据我所知 这个培训的费用不低啊 2万块钱 我当时去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觉得可能是先学出正来 我当时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说 学了就一定要上船 这是第一 第二当时去学还有一个原因 我老婆老师让我去 我丈母娘她也让我去 并且我老婆也和我丈母娘一块儿 就是劝说我 明白 你的意思是你没办法迫于压力 只得去 我主要是怕惹的 我老婆和我丈母娘不高兴 如果你怕惹他们不高兴 其实有两种方案 第一顺着老婆和丈母娘的意 好吧 我虽然觉得这个不好 行 那我就去学吧 对吧 这是被逼无奈 第二种还有什么方案 你考虑过吗 也就是说我不去学这个证 甚至我把这两万块钱 培训的这个钱我省下来 然后我去干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 证明给你看 你有想过第二套方案吗 当时考虑的不是很重要 因为当时还在那个房产行业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2018年去学这个证 也是你的无奈之举 因为你其实也没有看到 其他更好的出入 因为当时对她还是有期待的 但是我多说一句吧 我发现这其中的猫腻很多 她是属于培训学校招聘 中介给她介绍人去学 中间都有利益链接 不是 你一直在强调这个猫腻 你的意思是 你老婆想从你的人头上面挣钱吗 是这意思吗 这倒不是 是他们传公司的观念 灌输到我老婆的意识当中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吧 可能因为本身你不愿意 所以你对这个行业 你还没有设身其中的时候 就已经戴着有色眼睛在看呢 我观察到的都是事实 但事实上从头到尾 你也没有真正的涉入过这个行业 对不对 对 我借着陆老师的问 我因为刚听了关于过去的 现在听上去是有结论的 就是关于海员这件事情 你们可能有没有双方确认 比如说我确认了 经过这个试验的过程 我肯定不去干了 然后妻子在这方面 也有没有一个确认 就是说你对于她 一定要做海员 还是说其实骨子里 是想要她拿到钱 之前我不是没给她时间 她就说她要出去又干什么干什么 我说行 你必须找到一个6000到8000工资的 但是一直到现在她也没有找到 包括她失踪的这段时间 她都一直就在这飘荡着 一分钱不往家里转 我现在我不能再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必须把船员这块给恢复过来 你别激动啊 刘女士 你刚刚说她失踪了 失踪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失踪呢 这一年的农历二月翻时 我明白了 就是让她上船的日子是吗 对 那天我们飞机票都买好了 衣服什么东西该带的都买好了 就等着要走人了 她早上突然起来翻脸了 说她不去了 她查了一项说 她那个船呢 跟我说的那个船的都是不一样 然后拉着皮箱就走人了 再之后呢 就没跟我们联系过 是吗 为什么呀 赵先生 2018年6月底我是学完那个证 学完了之后这一年当中呢 平均每个月给我介绍一个船 都是些中业公司和船的实际情话 不吻合的 都是他们经过中业公司加工的 船小说成船大 里边调节唱说成调节好 一直到最后我一看 我快说去吧 但是去我要找个差不多的 一万吨以上 然后是里边居住生活环境差不多 是吧 船上最后有个WiFi信号 为什么 有些业余生活还有和家里一些联系各方面的 然后找了一个就是最后闹事这个 说是一万吨 到了快上船的前一天 我从青岛回家了 我就做准备了嘛 我就查他这个公司 这个船和他说的严重不符 对位多说了一半 船上的条件我就不用说了 根本就没有WiFi信号还是其他的条件 都和说的完全两样 我一看又是个骗子 我就是坚决不去了 我来问一下 这个好像您先生对你从事的这个行业 以及为你为他介绍的这个船员的这个职业 从头到尾都非常不满意 他提出了很多质疑 我觉得有些质疑看上去挺合理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做这一行 你觉得他讲的这些理由 能说服你吗 纯粹是无稽之谈 我是他的家里人 我所能给他指派的 肯定不会去想要害他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我给他落实的呢 那是肯定是有据可查的 但是呢 他上网查的 你比如说他说才三千吨 然后人家说的是一万吨 其实他上网查的这个吨味呢 是人家的净证 人家这个船上面都要装东西的 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然后就说人家是骗子 他这么挑剔这些事情 你觉得归根结解的原因是什么 他本来他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个好的定位 不认识自己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不认识就是说现在活内的 现在这个就业形势是什么 他一直呢就钻在一条胡同里面呢 一直想走到黑 在这个期间我们已经 家里人已经受不了了 他如果现在是一个人的话呢 随便他怎么样去做 现在家里人跟他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跟他吃了这么多的苦 难道他就想独善自己吗 然后就是想自己自私地到这种程度吗 那你为什么觉得 非要是做船员这个活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就是非要做这个船员 但是呢 既然我们已经把钱投进去了 时间也搭进去了 传言证要考出来了 那么如果我们再去投资其他的话 第一我们的年龄不允许 我们又要搭进去一年 一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又要拿出新的钱来做补贴 我觉得这样不适合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要赶紧干的时候了 不是光正的悠悠当当 你在悠当当什么时候呢 明白 来 赵先生 那我想问一下 最终你因为各方面的考虑的原因 拎着行李消失了 是吧 消失了多久啊他 消失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您在干嘛 这个船员的事情必须恢复起来 他的房产证上必须写上我的名字 他都是就是让我干这个了 别的都不行 你可以刚开始没投钱的时候 你可以不接纳 这一年老是这个口气 我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可是他带给我的是什么呢 其他好像也没赚到钱 当你的能力 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就得给别人当垫脚石 不要每个月 半个月给我推荐船了 在他干船员这个期间 我今天说一句话 家里的经济我来担当 刘女士 你愿意给你的老公 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吗 关注我的抖音号 直播间里跟你聊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陆志瑞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接了两万块钱 让他去学船员 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说 学了就一定要上船 必须把船员这块给恢复 转行并不是说代表 除了这个船员 就是房产中绩了 你必须找到一个 6000到8000公司的 平均每个月 给我介绍一个船 一直就在这飘荡着 一分钱不往家里赚 这个船和他说的严重不符 我一看又是个骗子 本来是他要上船的日子 拉着皮箱拍拍屁股走人了 一走无影踪 消失了多久啊 消失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您在干嘛 我做两件事 第一是我在上海 去了一趟上海找工作 后来又回青岛了 回青岛了 我又在一个朋友的房产中介 在那边先盖着 没干什么 有收益的事吧 好 那要是怎么机缘巧合 回来的呢 刘女士 我看了咱们节目之后呢 我就非常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呢 来给我们这个事情 做一个调解 然后就是 我那时候不知道 来咱们节目呢 就是不需要花钱的 我就想 我手上 身上一分钱没有 我得有钱啊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我就去跟他 要去找他要钱 所以最近这一次 见面的原因是因为你想 让他来跟你一起上这个节目 是吗 对 结婚五年 其实时间不长 刚刚你们谈的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矛盾啊 其实非常集中 也非常单纯 对吧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妻子 向一个丈夫提出的 养家糊口的要求 对吧 那么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出 刘女士呢 也是一个比较有主见 性格比较强势的女人 有道理 对 所以她认定了 她给您选了一条路 对 其实这就是我在过程当中 一直在问您的问题 也就是说 您到今天这样 会被全家人逼着 做船员的 归根结底的根源性 最深层次的原因 赵先生您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在其他行业 没赚到钱 家里的支出 卓尔金见走了 对 你说对了一半 你的问题在于 你既在其他行业 没赚到钱 又排斥家里人 包括甚至是 你老婆 悉心为你挑选的一个 她认为很有前途的 她认为对 她认为很有前途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们常常去探讨 说一段婚姻 对吧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 一个女人找一个男人 她图的是什么 资料显示 你们二位 其实结婚的时候 年纪都不小了 对吗 我们都是大龄结婚的 您告诉我 您妻子结婚 选择了跟您在一起 你告诉我 她图您什么 你能给她什么 她的目标可能是 共同结婚之后 对我的这个欺负上 但另外她当时 跟我一个重要因素是 挣钱多少 不说我这个人一看就让人 她没有那些坏心眼 她远着可能 至少我不会伤害她 你还记得 你当时结婚之前 给她的那几些 那些承诺吗 记着一些 那我就想问了 那结婚之后 你做到了吗 没 结婚没做的 不断 刚刚你讲 一方面 你做的行业 没挣到钱 另外一方面 是她所认为的 那个行业 你认为也不好 其实是这样 我们常常说 一个男人 能力大小 有区别 但是你知道吗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能力是一方面 态度也很重要 您觉得在这五年当中 您的态度怎么样 我觉得态度 我们两个 可能都有因素 就让这个传言吧 我老婆说和我说 她根本就没 她都是 就是让我干这个了 别的 别的都不行 我刚刚也跟您说了 赵先生 因为你没干过别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也没有用一个 相对来说 相对好看的成绩单 来说服你的妻子 所以我为什么说 是恶性循环呢 就是你自己事又做不好 别人让你做的事 你又不做 这才是你妻子 受不了的原因 你说我常常干不好 行我干个其他的 我干件漂亮的事 让你们全部闭嘴 这才是一个男人 应该有的气魄和担当 可是没有 但是从来没有说 真正的 因为每次 我在市区嘛 我在市区工作 他在老家 每次回去 基本上就是吵架 赵先生 我讲句实在话 你别不爱听了 嗯 没事 我觉得你全部都在找理由 你全部都在找理由 你可以继续找下去 但是我要告诉你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你意识到了吗 有这方面的预感 对 你可以说 我做这个行业也挣钱 我做那个行业也挣钱 你给我做的传言不挣钱 我一定能挣大钱的 可以 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们不是年少轻狂的青年男女 你们不是靠着梦想 就能支撑着你们生活下去的 青年 家要养 父母亲要侍奉 还有孩子要长大 你准备拿什么来支撑这些东西 我再问一个问题 赵先生 您说做房产中介不挣钱 可是我看到满大街的 做房产中介的店和很多人 你一个月做房产中介能挣多少钱 四五千块钱 四五千块钱 好 那我想问 四五千块钱的月收入 交给家里面多少钱 刚结婚的时候还交一些 交多少些 交了多久 刚结婚的时候呢 就是说 一个月呢 也就是不到两千块钱 现在呢 一个月呢 七八百块钱 这一年就确实是 这一年就没正经干过 这一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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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几乎就没有 这一年就是吵架的一年 我想问刘女士啊 因为听上去每个月 往家里拿的钱是非常少的 那你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你跟孩子 有的时候我自己能做个 出国的人呢 来接级一下 然后呢 再就是靠老人 再就是靠老人接级 然后我呢 把所有的钱呢 几乎都用在孩子身上 我呢 结婚了这么多年 结婚五年 我没有往身上 刮一件线 然后就是 全部都是给孩子了 为了孩子 我的先生 他没有尽到一点的责任和义务 带孩子是我一个人带大的 这个钱呢 也没有给我们种回来 为什么说我 就是说 今天的我的委屈 感觉这么大呢 其中有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呢 他隐瞒着我 第二呢 他一直就是说 在外面飘荡 家里没有钱 捞不着钱 还得去 很老 现在我们 我们不能这么下去了 我因为听了你们两个人 一直在说这些故事之后 我至少有一点 有两点事情 听上去说清楚了 其实 先生和妻子 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愿 就是想为家里赚钱 这是意愿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 先生可能在赚钱方面 他暂时还没有找到北 因为好多年了 听上去 一二年到 做了做房产中间 做了这么多年 还没找到北 你有没有想过 改用别的 我们家庭的分工不同 来实现 意愿就是赚钱 因为你逼他去做海员 听上去他已经 没有办法接纳这件事情了 他不接纳呢 我们到最后 肯定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刚开始 没投钱的时候 你可以不接纳 对对对 现在你不接纳的话 这一年老是这个口气 就是不是这个 就不用 什么都不用过了 天天吵 每隔一个月 就给我推荐一个船 并且推荐的都是些 与事实不符的船 本身他也知道 我不想干 但是赵先生 我想插一句 我觉得他的这个抱怨 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你一开始 就觉得我不想做海员 我开始就不想做 对 那你就不要去花这个钱 我当时就说了 你当时考虑到 因为他们有这个要求 所以你觉得不想 更大的损害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当时是太勇小他们 但是你要知道 考证学习 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考证出来的最终目的是 用这个证 去找到一份工作赚钱 所以说你所谓的 我答应他们 我顺着他们 实际上并没有做 你要么就顺到底 虽然我不愿意 对吧 但是你既然 那我就 你既然 我又不想 不想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那我就勉强 我就去学吧 学完我就去干吧 要么你就从头就拒绝 那你现在多少 让我觉得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 我说我花钱让你去培训 但是培训完了 你得在我公司干五年 你答应了 我把钱花了 让你培训完了 结果出来你要跳槽了 那对我来说就是 我给你的投资 你把它拿去用了 但是当我投资 要看到回本的时候 我要赚取利润的时候 你又不干了 那在法律上 这就是违约啊 当然夫妻之间 不存在违约的问题 但至少说明 这个做法 肯定是不合适的 确实像他所说 你要一开始不愿意 我这两万块钱 不用浪费啊 对不对 你让我把两万块钱花了 而我花钱的目的很清楚 花钱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啊 结果你把两万块钱花了 该到你赚钱的时候 你又不同意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一直在强调说是 你觉得这些中介机构 都是盈利性的机构 对吧 中介要赚很多的差价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 你也是在中介机构工作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自己做老板 没有任何人抽头 你一个月挣两千 如果有一个中介给你找了一个工作 一个月可以挣两万 但是中介说 我要拿走一万五 只给你留五千 那我觉得至少我拿到的五千 比我自己干两千多 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可以考虑的 当你的能力 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你就得给别人当垫脚石 要不然你连垫脚石 这个价值都没有 在2017年的时候呢 我说啊 你这个做房屋中介呢 为什么一直赚不到钱 他说啊 因为我是给别人打工 如果我是自己干的话 我自己坐这个房材中介 开店的话 我肯定能赚到钱 后来呢 我带着他回我妈家 我就把这个事情呢 跟我妈提了一下 然后我说 妈你能不能想办法 帮我们一下 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妈呢 她是一个高血压200的 心脏呢 是三级以上 然后就是需要 打五六个支架的 现在就是连衣服 她都不能洗的 这么一个状态 一个老人家呢 为了支持我们呢 然后她去给她的邻居 老姐妹呢 去张口 借了两万块钱 给她支援 她开店 就是做房屋中介 她因为她跟我妈保证 她说呢 肯定能赚到钱 这个五月份借的嘛 到十月份 肯定能把这个 那个连本代曆 一起还给你 结果 就是一直到现在 她在直字未提 那个店后来开的咋样 是这样子的 就是要了这个钱 去之后呢 开店 好 开业的那天 我也去了 但是呢过了没时间 没多久呢 不能有一个月吧 突然之间我在微信里 见不到她在这个 发圈的时候 见不到店面了 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呢 然后我就跑到青岛呢 我没有经过她同意 你们一直都是 分居的状态吗 她在青岛干活 我在家里带孩子 然后呢 我跑到青岛一看呢 店关门了 我才知道 她已经倒闭了 多长时间 一个月左右吧 是这样吗 她竟然还瞒着 我不让我知道 我老婆说的 很多时间节点都不对 不 那是多长时间 四个来月 四个月 四个月倒闭了 为什么呢 房东转多 正好我一看 前景可能和当时预期 也有些 就是没达到 当时那个预期吧 我就乖了 那证明是房东违约 那钱呢 对啊 我也想问 那既然是人家 想把房子收回去 那总还得退点回来吧 退了一些 对 你都给谁了 有一些拿回家了 有一次 拿给谁了 我当时都拿了 你都忘了 当然我自己也花了一些 好了 大概的事就是这么多事 是吧 其实呢 问题非常聚焦 老婆对丈夫 现在的这样的状况 非常不满意 而且我刚刚说了 当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四十岁再创业 或者四十岁说 我要重新东山再起 这绝对不是一个太晚的时候 但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妻子给你留的时间不多了 对对对 对吧 其实刚刚呢 我们所有的这些事 赵先生 不管你怎么说 不管你有多少理由 看在你老婆眼里面 就是叫你不努力 你不承担 对吧 对对 你看 所有的事情 你都能找出理由 所有的事情 你都有借口 但问题是 你有理由可以 有借口可以 你老婆非常简单 我就看我这老公 我嫁给你了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来 他给你带来什么了 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我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我一直在为了支持他呢 去贡献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可是他带给我的是什么呢 我跟着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前面很多事 都是有三分加工的 我就不说了 可是赵先生 你要搞清楚啊 深正不怕影子邪 哦也是 你要是自己所有的事情 都做得好 对对 你的妻子不会有抱怨 现在我们就来点直接的吧 实际的吧 你现在有什么要求 这个传言员的事情 必须恢复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当时嫁给他的时候 我没有图他什么 我也没有得到过什么 我当时就是 平日一刻单纯的心地 嫁给他了 就想好好的过日子 把这个日子过起来 但是呢 这五年期间 给我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要求 他的房产证上 必须写上我的名字 第一 你就坚持让他 一定要去做回传言 对 第二 要求在房子上面 加上你的名字 给你安全感 对 就这两个意思吧 来吧 先讲讲做不做传言这事吧 海员这个是 或者我换一种问法吧 你觉得 你不干海员 对吧 我同意 我支持你 我觉得男人应该有主见 那你干什么呢 我可以 你别可以 海员的事情是 今天给你买了票 找了船 你明天上了船之后 你的钱就开始挣了 很简单嘛 新委我跟你说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没有试错的机会 你也没有追求 梦想的奢侈了 你说好 我不干船员 可以啊 我可以替你老婆答应 你有什么工作 能够说 今天离开这个节目 从下个月开始 你一个月 就能挣到五六千 七八千 八九千 或者我不管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需要他一个月 交多少钱 家用吧 最低五六千吧 别人都是七八千 好 来 最低五六千 我给你 我给你拿个底线 五千块钱 我随便你干什么 你不干船员 我相信你老婆也愿意 但问题是 你试过中介了 干了八年 对吧 自己干也没干出来 给别人打工也没打工 也没搞出来 离家出走三个月 在上海也是了 在青岛也是了 什么东西也没看到 赵先生 这是核心的问题在于 你一边 拒绝了妻子 给你精心挑选的一条路 然后还希望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和四位老人 说要跟你一辈子 您四十岁了 我愿意 我可以说服你妻子 不去干船员 那你告诉我 你能干什么 他一行业 我就能干 那今天这样可不可以 当着摄像机 当着全国观众里面 你说我给你多长时间 你老婆能给你多长时间 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如果干不到呢 绝对能干到 你哪一次干活的时候 不是自己都认为 绝对能干到呢 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要每个月 半个月给我推荐船了 不 赵先生不要再绕 你刚才说需要两个月时间 证明你能在餐饮行业 做出成绩来 对不对 至少我能有个稳定的收入 基本上 但是 比我这么多年 没干了 没干了 刚去干 需要几个月 慢慢往上找工作 又需要几个月 那几个月 刚去我现在就能 基本上五六千块钱 或者换个说法 你老婆要求你 每个月给家里交五千块钱 你在多长时间以后 可以稳定地达到这个要求 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 因为刚去不开工资 从第三个月开始 每个月给家里交五千 我之前早就和他说这个话了 但是他老是非 让我去干船员 我现在就问你 你现在是不是能够 做出这样一个承诺 从九月份开始 每个月给家里五千块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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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九月份开始 你给不了怎么办 看我老婆怎么处置 那你就去干船员 对啊 可以 可以吗 船有收尾差不多 不能太 三千吨的船在海上 都想数一点是晃 我想问 三千吨的船上面 有船员吗 工资太低了 从去年开始 你就说工资太低了 干船员 你说工资低了 那你在家里 又挣了多少钱了 不管工资多少 刘女士 我就问你 如果他去干船员了 确实船员一个月 只有五百一千 你认不认 我认了 在他干船员这个期间 我今天说一句话 家里的经济我来担当 你还是明确告诉我 如果九月份开始 你挣不到一个月五千 你就去干船员 行不行 行行行 不要说船大船小 再大的船在海上 都是像树叶一样 可以 男子汉大丈夫 说到做到 咱们不要到时候 又找理由 我没有找理由 不要再说 你的妻子 没有给你机会 不要再说 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是陆老师 我有个要求 在八月三十一号之前 千万别给我推荐船员了 不要 特别不要和我妈妈 就是我丈母娘 一块联合起来 给我施加压力 明白 来 刘女士 你愿意给你的老公 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两个月当中 你给他充分的时间 和空间 如果不行 他就按照你的安排 去当船员 可以吗 好吧 可以 好 那这件事就解决了 我希望双方 都能够信守自己 在这个台上 给出的承诺 第二个问题 房产证 要加名字的这个事 你怎么想 这房产证 其实给房子 都是我爹给的 我老婆要求 加个名字 我也应该理解和接受 但是我这个意思 说至少我们两个 别闹了 又要闹离婚 因为我老婆 就是那个意思 加个房产证 到时候 他可能有他的 但是这个房产证 是结婚之前的 别绕了 加还是不加 我们两个关系 别像现在这么紧张了 可以加 没问题 为什么你们俩的关系 会像现在这么紧张 原因是什么 是你老婆要搞的 像现在这么紧张的 主要原因在我 好 那所以啊 所以你不要说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 不要像现在这么紧张 如果这两个月之后 你没有实现 你自己的承诺 你们的关系 只会更紧张 所以你明白吗 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互动成现在这样 我当然不是说 你妻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问题是 你们这段婚姻 走到今天 核心的问题是 赵先生在这五年的 婚姻过程当中 作为一个丈夫 我刚刚讲了 丈夫 父亲 和子女 你太多的缺失 所以才会搞成 现在这样 对 80%当然在我 我承认 那么你的意思是 可以加 对吗 但是希望以此 能够给妻子一些安全感 也可以让你的家庭生活 和谐一点 对吧 是这意思吗 但是加我这个意思 过一两个月 我俩关系 稍微缓和点了 我老婆 不提这个离婚这个字了 我怕她加名字之后 离婚 这样赵先生 实际上只要你做到 刚才你第一点的承诺 两个月以后 你们的关系 一定就缓和了 为什么呢 那么可以 第一 如果说两个月以后 你真的稳定的 每个月能给她5000块钱 关系肯定缓和了 对 对吗 第二 如果两个月以后 你给不了她钱 那你就得听她的话 去做传员 那关系也缓和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上一点 你能够觉得我有把握 实现我的承诺 那你的关系缓和 一定就能够实现 所以那还是回到第一点 第一点的承诺 你现在是不是 有绝对的把握能做到 有 绝对有把握 那第二点就没有问题了 赵先生 我还是想再提醒你 就是说 如果我们关系好了 我们就更爱 但其实是反的 是我们两个人 先要有感情 信任 然后才会吵架变少 你现在是倒过来的 所以其实妻子提出家名字 也许本身就是希望 这个关系再吵好的方向 她要得到一定的安全感 是的老师 我要的就是安全感 因为我老婆之前说 你赶快把我妈的钱还我 咱俩赶快分开 你不信问问她 所以你也要有安全感 我知道了 对 我怕你加没有的 那你就问她 老婆如果我向老师给她提议这样 做很多努力和改变 房产证也加持你的名字 你确定能和我走下去不离婚 特别是不要经常提离婚 可以吗 我能今天邀请你来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就没有想着 非要去跟你离婚这一步 因为我考虑到了孩子 我觉得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无辜的 所以我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这是我最最在乎的 好 接下来到两位的告白时间 有两点我想说一下 第一是这个房子完全是我父亲出资的 我可能和他需要简单一说 第二 8月31号 我没有交给你我承诺的钱 再去把房产证加好名字 我去做船员 可以吧 来 接下来到两位的选择时间 结婚五年的一对夫妻 今天来到为爱转身的节目现场 妻子需要丈夫更加有责任 更加有担当 能够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通过调解双方是否达成共识 这段婚姻是否还能继续 两位请听好 倒计时五秒之后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如果想继续在一起 请按钮转身 如果想离婚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大家好 我是陆志瑞 我要在抖音开直播了 熟悉被爱转身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的节目专制婚姻情感当中的各种优柔寡断 执迷不悟 以前你们只能在节目当中听我说 现在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不论是情感问题还是婚姻的困惑 我都会尽量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关注我带你识破爱情的真相 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生活中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有感情的 否则我们就一般我的伴侣需要的只是一个任意的工作 要把你的老婆洗坏了 照不休不一定要立刻 不要再决定 我们只是想呼唤善 我们只是想呼唤责任 关注我的抖音直播 给你最真实的我 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5 4 3 2 1 请选择 说实话最终这个选择的结果 倒是颇令我有些意外 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廖老师 其实我今天发现 丈夫和妻子都是需要很强的对方的安全感 但是我在想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说安全感到底是靠什么给的 其实更主要的是 我们敢于不计后果的 先做出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 才有可能为自己和为对方获得安全感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理想要符合两点 一个符合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符合现实的场景 而我觉得赵先生可能在这两点上都有欠缺 就能力来说 虽然他一再表达自己有赚钱的能力 但是结婚这么多年来 没有让他妻子看到现实的结果 所以也不能责怪他的妻子不给他机会 就现实的场景来说 现实是 现在你的家庭入不敷出 外面还有欠债 在这种场景下 任何理想都要向现实低头 所以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当你的家庭生活条件改善以后 再去考虑实现你的理想 但是虽然刘女士没有转身 但实际上我觉得双方 还是基本达成一致 所以我希望刘女士呢 也能给赵先生最后这两个月的机会 让他再试一下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男人能挣多少钱 这是能力问题 但是愿不愿意去挣钱 愿不愿意去努力 去维护这个家 去爱自己的妻子 疼爱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是态度问题 一个女人把自己嫁给你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辈子 托付给了一个男人 那么男人的责任感和担当 究竟在哪里 男人究竟该怎么去做好 自己父亲 丈夫和孩子的角色 怎么让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安定 长久地发展下去 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一个男人 应该考虑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女当事人 最终选择没有转身 我只能说 可能她真的是失望的够多了 我基本上答应她的一些条件了 但是她还是选择离场 我还不太明白 我还得和她进一步沟通 虽然她选择离场 但是我还是要尽最大努力 挥回这个家庭和婚姻吧 我觉得她在告白的时候 根本就是没有讲出 那个真心实意来 她并没有明确地答复我 可以在那个房产证上 写上我的名字 关于做海员这一块 她承诺了两个月 那是我做出让步来了 她这个房产证 她还根本没有成意 所以这样的人 我不敢抱希望 如果您有任何情感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 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为爱发声》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 都是一种微妙的存在 有人说她们不是冤家不聚同 都这点还不起床 吃顿饭 左倾右借 真不知道这是娶了个媳妇 还是娶了个 而在《为爱转生》的节目中 也不发这样的案例 小刀日常琐事 大到家庭的重要选择 当婆婆和媳妇发生分歧时 仿佛任何事情 都会成为家庭大战的导火索 那么如果婆婆做饭不好吃 要不要直接告诉她呢 面对这一问题 现场的青春观察员 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在我这儿的话挺简单的 我一定会特别直接地告诉婆婆 就是做饭不好吃 因为在婆媳关系当中 最大的雷区 我觉得就是互相猜忌 那婆婆做饭呢 不好吃呢 分成两种情况 那第一种呢 就是可能婆婆做饭啊 只是不合我的胃口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婆婆做饭 是真的不好吃 所有人都这么觉得 那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很自然 你的表现是很直接的 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嘛 这样婆婆会觉得说 会不会是她对我有意见 为什么我每次做饭 她都吃得很少 就是大家心里会留下一个互相猜忌的种子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婆婆做饭 大家所有人都觉得不好吃 那这个问题就更好解决了 家里面如果女人做饭不好吃 男人做饭就一定很擅长啊 直接找公共做啊 或者是找老公做啊 然后你就跟婆婆归到一个战线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从此之后 你也可以远离厨房 家里的厨房就交给男人来解决 第三种情况呢 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就是婆婆做饭不好吃 这个时候你就突出你的特点 你进厨房不就行了吗 想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婆婆还会说 你看我家媳妇 出去还能跟这个亲朋好友啊 就炫耀一下 你看我这媳妇好啊 什么都擅长 就做了一手好饭 你家庭的矛盾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好 燕婉 我今天看到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要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哈 第一种情况呢 是我们跟婆婆在一起生活的情况 只要两个人朝夕相处 势必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矛盾 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和婆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而且我们两个年龄又差距很大 生活作息又不一样 如果婆婆做饭不好吃 你还要说 哎呀 婆婆你做饭真难吃 你觉得下次还会给你做饭吗 我觉得饭都不会给你做了 那同时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 作为夫妻俩 尤其是父母能够帮你带孩子 还能够帮你做饭 作为子女我们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其实老年人的生活是很丰富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业余的爱好 所以既然我的婆婆 能够为了我们的生活 来帮我看孩子 然后还给你做晚餐 我觉得这样的婆婆 你真的是太幸福了 你上哪去找这样的好婆婆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一份包容 和多一份理解 那么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我和婆婆 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是什么样 对方的朋友 请听我说 要没和婆婆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当然不能直接告诉她 我想要搬家 所以不管怎样都得忍 以免两败智商 一年360天有50个周末 出去有事不想出门 还有加班和工作 你有多少时间有机会和婆婆一起过 为啥不一笑而过 或是保持沉默 好了对方便友 我给你认真算一算 一年365天1100多顿饭 其中只有40顿你才和婆婆相伴 别让3.6%搞得心烦意乱 要共同努力构建和谐的婆媳关系 现在开始请你收紧你的责怪愿情 饭不太好吃 但是也不能够伤和气 为了准备一顿饭 她也是拼尽了全力 随后对方便友 你要将心比心 婆媳关系各种难题考验 从古至今 如果我们都可以退一步 相互理解 恒慕相处从现在开始破旧立心 尤其是 赢了 赢了 怎么就赢了呢 赢了 只能说这一段非常吸引人 对不对 你要说赢了 对面肯定有人不乐意 我们还没说完呢 这都是有婆婆的那天 你看 真正有婆婆的人在这里 这个变题 你们觉得真正是 讨论婆婆做饭不好吃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讨论的是 如果婆媳之间出现了问题 你们该怎样去沟通 今天婆婆做饭不好吃 你不说 明天婆婆洗衣服洗得不干净 你说不说 那后天 婆婆给你孩子喂错了药 你说不说 大后天 她给你的破洞牛仔裤 全给你缝上了 你说不说呢 好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婆媳关系 生活本来就不易了 不要把生活搞得那么的复杂 有话就直说 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如果连家人都要藏着掖着 那你会觉得在家里面 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 好 有人说了 婆媳之间出现了问题 交给谁 交给老公 老公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男人 男人是什么人 男人的脑回路 跟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有一次 在我还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 婆媳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就把这个问题 交给我老公去处理了 结果我老公处理成什么样呢 发生了一场母子大战 我老婆婆对我老公指着鼻子骂 你以后不要回来吃饭了 你以后就要天天一个人回来 这就是一个直男 沟通之后的一个结果 他儿子都已经吃了他妈 三十多年的饭了 为什么你来了之后 他儿子才说 妈妈做饭不好吃呢 那你是当你婆婆傻 还是当你婆婆傻呢 你婆婆一定是知道 是你觉得不好吃 而不是他儿子觉得不好吃 那这个时候婆婆会觉得什么 你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 你在利用我的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 你直接了当地跟婆婆说不好吗 非要通过你老公的嘴去阐述 怎么样去沟通呢 比如说 跟你婆婆用一个下午茶 跟你婆婆一起去逛街 还可以刷她的卡 还可以做一些女人一起做的事情 比如说做做SPA 做做按摩 到一个美好的下午过去之后 你会拉着婆婆的手说 哎 婆婆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什么呀 我们吃土豆牛腩好不好 婆婆说好啊 哎呀 你爱吃我那道菜 我说爱吃 但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咸 婆婆说好 那我今天就少放一点盐 OK 问题解决了 我其实对刚刚天天讲的 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让你老公去沟通 然后婆婆会把你老公臭骂了一顿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每个家里面每个人的性格 像我老婆和老公性格非常的像 他们可能不太能够直面这个做饭不好吃的事实 而我儿子用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说 哎 妈 你做饭太难吃了 那我婆婆肯定就崩溃 那你觉得你婆婆的这一招 究竟是真的只是向她儿子发脾气 还是指桑骂怀 其实是在向你示威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 她儿子吃了三十多年的饭 为什么到今天她才会觉得做饭不好吃 婆婆一定会知道 是有人在背后说她做饭不好吃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如直接自己沾出来 不要让你老公去背这个锅 那你或者说给你妈做一顿饭 你说 哎 妈 你觉得我做的土豆牛肉好不好吃 是不是 她就会觉得 哎呀 你做的也还不错 然后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沟通啊 也不知道 唯一的一位男嘉宾的脸 为什么 在思考些什么呢 首先我要说明我的观点 婆婆做饭不好吃 一定不能直接跟她说 千万不能直接跟她说 有一千种解决方法 直接说是最愚蠢的一种方法 你比方说 你可以转发一个美食视频给你的婆婆 然后你发微信给她 你说婆婆 哎 这道菜感觉好好吃哦 婆婆你做菜那么好吃 要不你研究一下 让我们饱一饱口服啊 再比如说 婆婆 我们最近单位有一个福利 给我们报了一个免费的厨艺培训班 哎呀 我这种厨艺 我去学也学不会 你去吧 你不去 你就浪费了 如果你实在想说 注意 一定要跟自己的老公 也就是婆婆的儿子说 刚刚这个陈超说了说 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女人做菜不好 一定就有男人做菜好 交给男人去做啊 我想跟你讲的是 你怎么开口 婆婆帮你做饭 你直接跟婆婆说 婆婆你做菜不好吃 你别做了 让你儿子去做去吧 天哪 你一下子把婆婆跟儿子 变成了两个佣人 你是想干嘛 对吧 婆婆有义务为你们做饭吗 刚燕婉说了 婆婆是没有义务为你们做饭的 婆婆为什么要在家里 帮你们做饭 说到底这个爱 它的初衷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对儿子的爱 来自于对孙子辈的爱 所以她在帮你们做饭 如果你直接说 打压了她的自尊心 她会说从今以后我就不做了 请问地比买卖划算吗 可能有人说了 我关系跟婆婆特别好 对吧 我跟婆婆像一家人一样 婆婆就像我的亲妈一样 我跟她说 她不会记仇的 不好意思 你们长点心吗 这只是你们的一厢情愿 婆婆就算表面上不说 也是为了自己儿子的颜面 为了这个家庭的和谐 但不代表她会忘记 婆婆是外人吗 不是 但婆婆是亲妈吗 一定也不是 有很多婆媳矛盾的原因 就是因为 儿媳妇从一开始 就把婆婆 用亲妈的标准来衡量 来要求 结果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 真正良好的婆媳关系 一定是有距离的 这个距离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碗汤的距离 近一分烫 远一分凉 你要把握好这个距离 你才能做到 跟婆婆良好的相处 所以所有的话 都不能直接跟婆婆直接说 你说了之后 就会破坏原本的和谐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大家 我觉得通过四位嘉宾 刚刚的观点表达 我们能够达成一个 统一的想法 叫做 我们如果今天讨论的话题 是婆婆做饭不好吃 要不要让她知道 我觉得大家都默认 应该让她知道 只不过让她知道的方式是什么 这边觉得 直接告诉她 不管你们的关系好或不好 直接告诉她 应该是能够把 婆媳关系的这个矛盾 降到最低的一种可能 这边是觉得说 应该有一些迂回战术 当然 能够有更有智慧的方式 告诉她 能够让她 婆婆知道 自己做饭不好吃的同时 心情也能更加舒畅 我觉得这可能也取决于 这个女生朋友们 你们的婆婆是个什么 性格的婆婆 如果是一个相对 对于那些 可能有一些批评的话语 比较敏感的婆婆 可能运用迂回战术 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是那种 真的可能 媳妇和婆婆 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可能直接告诉 可能也是OK的 我觉得这可能取决于 这个婆婆的性格是什么样 每一家应该有 每一家的一个解决方法 我们还有一大半人是有孩子的 对 就我给大家支个招 我觉得最狠的是再让第三代去输 真的 我妈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 厨艺突飞猛进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一向秉承的态度是 长辈做出来的就是再难吃 我咬着牙把它吃完 但是当孙子辈 过去 哎呀 奶奶 好难吃啊 哎呦 奶奶那个 真的吗 奶奶那状态就不一样 怪这不要说是亲生儿子啊 要是媳妇或者之类的敢说一句 我那股顶都掀饭了 但是孙子辈隔代庆了 孙子辈一出来 对 跟讲一讲 哎 这个可能反而也是一个 处理这样问题的好办法 那小路哥哥你每次觉得 饭不好吃的时候 都偷偷告诉儿子说 不好吃 太难吃了 这个不用说 这个他自己会直接表达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会完蛋 有的时候他也会 哎呀这是爸爸 爸爸 所以就惨了 孙子说也好 儿子说也好 都比你直接说也好 对 你知道吗 就是不要去异断 别人的接受能力 就是你认为我婆婆 刚刚张燕说 我婆婆大大咧咧的性格 你怎么知道 大大咧咧的性格的背后 就没有一个会记得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呢 家是什么地方 家是你最放松的地方 你面对周遭 比如说你的工作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你压力已经很大了 回到家你要再想 我怎么跟老公相处 我怎么跟婆婆相处 我还要转着番的去 这个表达 你不如本真的还原你自己 就是你婆婆 其实也是知道 你性格是怎么样的 她不会说 多想说 哎呀我今天这个媳妇 你看她说一句话 其实是绕了三个弯 来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那样的相处太累了 我不同意 我觉得天底下 所有的婆媳关系 都是表演性质的关系 这个表演性质 好像听上去非常的残忍 非常的虚伪 这个表演要加引号 她只是跟婆婆相处的一种 非常善意的智慧和方法 你永远不可能 随自己的心去 跟自己的妈妈说话一样 我老婆每天跟我 跟她妈妈 亲妈妈说话 一定是三句话不到 然后就会有一些 比较尖锐的语言出来的 我跟我家人的相处 我从来不会带有一些 不好的言语 因为我会觉得 我在伤害他们 我可能年轻时候不懂事 但我长大了之后 我会觉得那是我最亲的人 我为什么对别人都如此礼貌 对他们 要给他们带来一些伤害呢 对啊 我曾经有一次说话说过分了 我妈在那边哭了半个多小时 我觉得我深深地伤害了他们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对婆婆 还是对自己的妈妈 把自己的那颗善心拿出来 好好地对待他们 毕竟他们的日子 也不会很久 所以再难吃应该把它吃掉 而不应该说 这不是吗 这个是我们的观点啊 就是维婉地去表达 因为你每次的表达方式都是这样 就是直接告诉他呀 直接表达并不代表说 语言当中要带刺啊 我来模拟一下 这个事应该去怎么解决这个场景啊 你跟老公说 然后老公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跟自己的妈妈说 哎哟妈 你今天做的这个菜调 不得来死嘛 就有点不好吃嘛 对吧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要在场立马这句话 作为儿媳妇 你这个要求真好 我觉得妈做菜挺好吃的 挑三紧四的 对对对 其实是你让老公 去跟她的妈妈说 她做菜有问题 但是你在当场 还反驳你的老公 帮你婆婆 往上抬一抬 其实你的婆婆是傻瓜嘛 你婆婆一定知道 是儿媳妇背后跟儿子讲的 但是证明代表 我在这个家里面有权威 我帮你们做菜了 儿媳妇有意见 但她不会直接跟我说 对不对 这样的话 老婆婆心里面也会有数的 婆婆是天鹅的时候 你们都还是淡的 你们的小心思满不过她的 只是要一个台阶下一下而已 我想问 婆婆做饭不好吃 难道她自己真的不知道吗 可能有些人 她就会觉得 我做的这个饭挺好吃的 真的不一定知道 对 所以你要让她知道啊 所以你得让她知道啊 你比如说 你刚刚那种做法 你会觉得 这个儿媳妇好虚伪哦 就在我们看来 会觉得是个虚伪的儿媳妇 做菜明明不好吃 你还要告诉她很好吃 那就让你的婆婆一辈子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 而且当你遇到我老公这种直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男生的情商也可以如此之低 所以只有我自己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比较好 我觉得大家谈的都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问题 我们这儿有个观众的提问 我觉得更难 大家给她支支招啊 好啊好啊 但是有一次婆婆做了排骨真的很难吃 老公和婆婆说 妈 你今天的排骨烧的好不好吃啊 婆婆却说 你才结婚几天就嫌我做饭难吃了 遇到这样的婆婆我该怎么办 其实是什么 就是意思是 其实还不是你要表达的态度 是你老公真实表达出来的这样的态度 但是锅甩到了老郭身上 但是妈妈认为 哎呦 这是 媳妇 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这样的怎么办 来 杨韵 你先说说看 为什么娶老婆叫新娘 为什么 新娘新娘就是新的娘啊 新的娘 所以当妈的 妈妈是老的娘啊 明白啊 所以脱习关系 一定是非常难相处的 她可能在儿子跟儿媳妇刚结婚 还没有适应 可能内心会有一点彷徨 有一点无奈 然后她就会有一点脾气出来 对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儿子和儿媳妇 一定要拿出真诚 告诉她 其实我们结婚了 两个人一起孝顺你 不会对你的生活 有任何的这个影响 儿子还是儿子 只是多了半个女儿而已 是吧 然后用真诚去打动她 本来婆婆和儿媳 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你生怕处理不好 她就是有间隙 是不是 所以我还给大家 总结了三个句话 就是婆婆总会 内心的独白 她就这样说 我儿子是不是又向着她的媳妇 是不是果然娶了媳妇又忘了娘 还有第三个说 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所以我觉得三个女人一台戏 两个女人也能搭个戏班子 所以还是平稳过渡比较好 我来问问天天呢 所以刚刚燕婉的她的三句话 首先就把婆婆树立在一个对立面上 就像刚刚那个朋友提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简单 如果在磨合期的时候 你就尝试着吃 然后你再加给婆婆吃 你把婆婆难吃的一些东西吃完之后 你笑着对婆婆 你问她 婆婆你就好吃吗 OK啊 婆婆自己会知道啊 你的观点非常的奇怪 一个人做菜难吃 不是她主观做菜难吃 你说做给自己家人吃 我还故意把她做得难吃吗 之所以她不知道 是因为她做菜难吃 自己不明白你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突然想了 这个台上 天天刚刚讲的这么一正言辞的 你儿子 你以后也要做婆婆 对啊 对不对 你要做婆婆 万一你媳妇跟你说 或者你明知道是 你儿子是在他媳妇的受益之下 像你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你会做何反应 首先你做饭是为什么 为让大家吃得开心 吃得舒心 而不是说 就是故意做得难吃 让你们去有矛盾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为什么 不听取她的意见呢 那如果说 我觉得做得挺好吃的 我可以跟儿媳妇沟通啊 你觉得哪里不好 那你要不做个饭给我尝尝 哦 我吃一下 哦 好像是有区别 如果我真觉得 儿媳妇做得好的话 跟她学啊 她不管是做饭 还是帮我们洗衣服 只要她帮忙了 我们是应该怀有颗感恩的心的 而不应该是一直怀有一颗 去挑那个毛病的那颗心 如果一直觉得 我要去挑着毛 这个婆婆哪点做得不好 那这个婆媳关系 可能就真的很难处好 不管这儿子是不是 特别有情伤 或者这双面交的作用 发挥得再好 可能婆媳关系 都会产生问题 所以在婚姻生活之后啊 常怀一颗感恩之心 或者说产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各自都往后退一步 这个关系可能就处得更好 那作为子女 到周末的时候 你们也自己下厨 给公公婆婆做顿饭 让她们亲口尝到 她们喜欢的口味是什么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让爸爸妈妈轻松一下 带她们出去下个馆子 我觉得每个人都往后退一步 才是解决婆媳关系 最好的一个方法 总体的来说 我觉得作为宝贝 还是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毕竟老人不容易 祝福每一个女生 以及每一位婆婆 都能够有生活的智慧 处理好婆媳关系 好 也再次谢谢四位嘉宾 发表你们的观点 感谢电影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